哈囉,我是DJ阿周 今天早上突然 那人說要到 清美博物館 來走走逛逛 那我就說OK啊 今天難得 出大太陽 隨手跑來這邊 拍攝影片 以下就是我在清美博物館 一些相關的影片 走走 看看所拍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小心看喔 在這個都會公園呢 這邊基本上 這邊有公車會抵達 那說實在的 非常的方便 這是一些公車的一個資訊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這次我們是從後面的停車場進來的 也就是在動車靠近 石谷連區這邊的一個停車場 從這裡進來的 並不是大家一般會從前門的地方 也就是台一線的地方 走進這邊呢 看到這邊有個管理員 管理員的後頭就是廁所 很方便 所以說在這個前面這邊會看到 這是屬於野餐區 路衛公園這邊會有很多可以野餐的地方 那首選會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過條馬路就是廁所 很方便 在這個園區 你會看到一些 還有一些展示 就是清美博物館的一些展示的告示牌 那這邊有個 一個 餐飲的一個告示 左邊大概就是 黑橋牌 黑橋牌沉住下來 在這邊經營一些餐飲的東西 還有隨便以外 還有星巴克 那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告示牌呢 就是整個一個都會公園 全區的一個告示牌 那有哪些區塊 正中間的部分也就是 群美博物館 詩人的 走到這裡呢 你會聽到一些古典的音樂 我覺得這個園區非常的不錯 放的這些音樂都是 讓人心靜會平靜下來的一個 很舒服很愉悅的 情形下沉浸在音樂當中 其實我個人是蠻喜歡音樂 所以說我本身 雖然都是在玩電音 但是各種曲風的音樂 我都有在玩 好的 往這邊慢慢的逛 慢慢的看 來到這邊 要把步調放慢 這個都會公園呢 說實在的 要把整個園區逛完 也可能要走上一點時間 那我們因為今天主題是 會走到布館裡面去 拍拍照片 那這段影片呢 最主要是介紹這個 齊美博物館外頭 這個都會公園 一個園區的一個 大概情形 都會看一下 走著走著 在布園處 就會看到有人啊 有人啊 來這邊走走逛逛 甚至在這邊做野餐 野餐的一種方式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你說實在的 以現在的天氣啊 在這邊來個野餐 那種情境會不一樣 在右手邊這邊有一條水道 這水道裡面呢 隱隱約約的會看到一些 鳥群類的東西 在這裡 例如 綠頭鴨 等一下啊 我印象中這邊有綠頭鴨 啊 還有一些 可能是天鵝吧 之類的東西 我們到前面 自然就可以看到 走著走著 就看到 這個地方是 有黑橋牌 所親民的 可以 買一些東西 在這邊做餐飲 今天早餐 還到這裡 還沒有吃 所以說等一下 可能可以跟他 買一點東西來吃吃 看到這些 一個一個的 目前並不是 全部都有店家進駐 那還沒店家進駐之後 他把這個地方改成野餐區 像小朋友騎著腳踏車 在這個區塊 適合 安全的一個情景下 可以在這邊 自由自在的 逛這個園區 這個園區 會看到很多 類似這樣的一個 情景 這個地方 感覺還不錯 說實在的 我一般來都是 從台一線那頭進來 那這回 刻意的從後面 進出 那 為了省錢 我 能是騎摩托車過來的 因為 這裡 畢竟離住家 也不是很遠 聞到淡淡的 烤香腸的味道 你看 原來是知名品牌 黑橋牌 OK 來給他點個餐飲 你好 知道什麼 哪一種蝦腸呢 OK 點了一個黑橋牌的 招牌香腸堡 結果是 是大燈包燕錢 就它名稱用的特別 還是 那個香腸寶 招牌香腸寶 大燈燕錢就大燈燕錢啦 搞到那麼複雜 好吃 好醬 在我坐在這裡用餐的後頭 看到有家長帶著小朋友來這裡也餐 那同時也看到有人在一大小孩子的小帳篷 那我聽這邊的 業者說 他們這個地方啊 並不能錄影 那在下午六點半的時候 管理員會來這邊 做清場的工作 那所以說一般可能就是 利用中午來這邊也餐 那野餐店也可以不帶 直接浮在這個木板上 那也不用自己帶帳篷 這個區塊真的說實在 蠻適合帶著小朋友來這邊 做野餐 那大人也是可以來這裡 如果自己的裝備啊 很多的話 是必要開車如果帶解藝的 這邊的一些餐桌都可以用上 整個都會公園 這邊看起來感覺真的 還不錯 而且今天的天氣啊 正好適合野餐 那看到小朋友在這草屋上玩的 非常非常的開心 這裡的小孩 雖然已經都已經長到成年了 但是 看到這些小朋友 覺得 看看別人的小朋友 這種心境也不舒服 好的這個是整個一個 野餐區的感覺 對 表演間我們就繼續往前逛 看這個路人講 不是 這是最佳米夫腳 走路還蠻悠閒的 還恨得更 出來走走 真的心境會不一樣 正前方 這就是新美博物館 但是這個是博物館的側邊 那它的路口在正前方 我們等一下回進去 不過這支影片 並不會介紹到裡面去 最主要這支影片是要介紹 整個這個 奇美都會公園 就一看 這個噴水池 感覺有點歐洲的生活 來到這裡 不跟你說 是台南的都會公園 你還有一回到外國 歐洲的一種感覺 因為它整個 周圍的一個 塑造 建設的方式 有點想歐洲上 那感覺 好像走到 國外的一種感覺 因為我們到達的時間 是比較早 所以說 這個神明潮 還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 這個地方 說實在的 如果 曾經來這邊運動 應該是不錯的 選擇 這邊呢 也蠻適合的 也這個地方 也蠻適合的野餐 這個野餐店 坐在這邊 看著這個 小小的 黃造的一個河道 那有些 鴨子啊 就在裡面 游來游去 現在最有名的鴨子 應該是高雄的 黃色小鴨吧 要 就地重遊 黃色小鴨 又回到高雄 不過 因為我對高雄的印象 一般般 所以說 我也就沒有去拍 黃色小鴨 看人家 襯人家的露度吧 我不考慮去拍 黃色小鴨 所以說我的影片 應該不會出現 黃色小鴨 在這裡 你可以很悠哉的 慢慢地逛 慢慢地看 那整個園區 說實在 它用的音響設施還不錯 所以說音樂 都會聽到一些 古典的音樂 這家女主角 千萬不要跳下去喔 不是她去看鴨子 看著一些 在這邊 生活的一些鴨子 有啊有啊 有啊 現在這種感覺 會不會像 在國外這種感覺 難得很悠閒的 我們人呢 也跟這個鴨子一樣 很悠閒的 停留在這裡 這個地方 隱隱約約可以聽到 有鵝的叫聲 應該在不遠處 可以看到有 白色的鵝吧 有鵝的叫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置点呢 感觉上很像在国外的感觉 那如果在这边做一个野餐 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很悠哉的这边晒着太阳 当然野餐的时候不会晒着太阳 一定是躲在树荫底下 就如同正前方这些游客一样 就在树荫的地方 看着这边的景色 用着自己的餐点 真的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享受 好的 跟着镜头 我们就继续的往前门的部分 继续的慢慢的逛下去 转眼间来到前面我们是往出口的方向 所以说看到有些游客从前面的停车场进来 那游客陆续的都进来了 因为博物馆现在已经开门 可以进去参观 这个博物馆一般来讲 它的门票是200元 那也有优惠票 那最大的 它给最大的优惠就是台南市的市民 只要凭身份证到柜台去换 就可以拿到免费的单票可以进去 这是生活在台南最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移民到台南 那台南这边也蛮适合居住的 说实在的这边下雨的天气 是确实这种日子下雨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不像北部 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都是湿湿的 而且很潮 而且常下雨 这是我们住在南部的最大好处 就是阳光 而且天气不是那么的冷 我怎么帮台南市打起广告的 是上温国一顶 这个海外馆 这边是在南部的尖湿 因为它没有这些 sabes 我现在可以 anomalies 我现在的配方 不要烧 我自己也可能 你表示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建筑物正前方的建筑物就是奇美博物馆本馆的部分 来到这里一些游客陆续的都进到这边 那移到这边很多人都会跟着这个地标开始来拍照 留下个人来这边易游的一个歉影 最有名的这个水池啊 可以看一下 这个造景 非常的不错 我在很多影片上都有人看到 有人在拍这个水池的部分 那我就绕这个水池绕一圈给各位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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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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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